9年代三季這次不夠半年時間 為了要替國民黨在第一三季 獲得一四個婦女的名字 是完創婦今天想要照顧記者會 向市長無法審 希望可以真相有優秀的新郎張宇彤 到任這次選擇 他的協力、精力 對國家的貢獻、社會力量、政府政策、勞輸 讓我們共產民國、台灣在外國發聲 我認為他來選一定有勝選的機會 因為各方面都賓民進去選擇 比較好 差一個沒記載 不過現在選擇 記載當然重要 還有一個基本條件 最重要 我們推選這個美女司克 讚!一定有機會可以選贏 受到蔡元大力推選的張宇彤 年紀輕艙未來公共事務參加的經驗 這完合部的洗手達到8000點錢 過去也沒得到保德縣志工精英獎 跟各方面各自行比賽中行 第一次投入政策 依然有理想 希望有機會用自己的力量 退在地的發聲 我的家鄉 像白河、東山、後壁這些幾個區域 大概是每四個人就有一名的高齡者 那因為之前我唸的其實就是成人教育跟高齡教育 所以其實我非常關注就是高齡的這一塊 那再加上就是人口外移啊 我也希望是不是能透過我 為地方爭取更多的建設的可能性 那讓這些外移的人口回來 也讓這些高齡者他們可以有更好的發展 創意完標時 國民黨需要不用新人來開頭旺密 讓一度不給年輕人一個機會 運用創新的觀點跟國際觀 替國鄉帶來不一樣的服務 南天新聞往第一次贏彩虹報導 大家可以做到最重要的嗎 好嗎